手術室内生老病死 人生关卡 但经常在动刀前 医师会安排许多检查 有人质疑 某些检查其实没必要 那只是医院创造营收的管道之一 其实有些项目呢 它有基本款的健保所提供的基础 但是它把那个项目 比如说再加上一个无痛的一个检查 或者说加上一个述中的额外的一些监测 或者怎样这样使用 它其实它的价值可能就都不一样 那些都是自费的项目 所以其实对医院来讲 就是夹缝中求生存 别以为医院靠看病就能赚钱 多数医院都靠业外收入 以基隆长庚为例 最新一期财报 他们收支结余26.59亿 其中医务本业就亏损了2.94亿 非医务本业包含像是停车场 美食街 长庚鼓励等等 进涨了29.53亿 更重要的是 跟健保脱钩的医疗自费项目 往往是采报没说 却是医院公开的秘密 民众在就医的费用支出上 其实可以看到说 我们要负担的不会只有健保费 还包含现在完全未纳管的贯号费 那也包含说 你现在在门诊也好 住诊也好 你其实会一直不断地被推销 自费医疗项目 那甚至包含部分负担 所以民众的就医费用 上面是层层叠加 医病关系不对等 常诱发非必要的医疗需求 民众无形中砸了更多钱 自费项目虽能补足健保亏损 但金额不一 打开各大医院网站 每一科都有各种明目的价表 长达几十页 健检最常使用的无痛大肠镜 台大要3000 荣种是2500 新北土城医院是4000 白内障要植入的水晶体 除了健保给付款 还有很多特殊功能款 价差可以到好几万 如果你想要脱养好的东西 先付出更多的资费 这样子一个状况 这到底是不是好事 我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环境长这个样子 那有时候我会觉得 这也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现象 健保只是延缓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因为在没有健保之前 本来就是有钱判生没钱判死 都会区民众就医便利 医病比的城乡差距却有极大落差 台北市每一位医师服务病人数 是一比212人 新北市603人 苗栗 南投 云林都超过700人 而偏乡金门 一个医师要服务超过1000名病人 明明都缴一样的健保费 医疗资源的不对等却非常严重 按理说他应该要在偏远地区设医院才对 可是偏远地区人少啊 要不就人老啊 这些人呢 他的医疗的这个动能跟自费的能力 可能都不如读回去 台东医师徐超斌 2012年起催生南回医院计划 因为南回峰部沿途118公里 四座乡镇没有医院 不知多少病伤患 密丧遥远的送医途中 病患少 无力可图 财力雄厚的大医院兴致缺缺 不禁要问当人口稠密区 医疗资源多到用不完 那么偏向医疗问题 何时能有解方 第二中记者黄树伟 福嘉欣报导